詞曲 李宗盛 十九夜這個經的本文 以待情人吹洪魔君, 最久無念實相地悔, 憑消欲地俗, 二不詳細法, 不懷為己二靈水修, 其心通悔因得重生, 幾年中期所聞不忘, 先得主經管重生意, 以後撒電, 憑法無解正十千多, 修天人學, 修素無良心, 憑暗對這個修無良心要講話, 修素無良心開放天堂, 寬恰作法隨氣暫現, 一佛陰性, 心靠意現, 一佛為己, 心修善法, 所行專性, 一概性高, 性菩薩經, 心無奉願, 不失重生, 憑如出法, 使命菩薩, 不真有為 那麼頭情人有概念, 應對這個修素無良心, 是 gonna 請問的是什麼, 很難要主經的修ian究 修無良, 過去有跟我們講過, 說過的修觀就是佛陀沙和 六佩陀筆多,就是大腺不雕法, 大腺不雕法是收, 佛西治解懸得正前程治悔, 按照这个六佛罗密 或是 主修与 主导与 导他 除了这个六佛罗密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数列祖 数列祖就是 保持爱意理行动书 保持爱意理行动书 它是面对 它是众生 所以画面说的这个 数无量心 就是包括 主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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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这两个是 主和 逼 这些是面对众生 你知道吗 那么 逼到逼就看你的心境 看你的心境 这些主 主无量 因为数无量就是 主无量 和 逼无量 这些就是众生动乱 让无量的众生动乱 那么 要让无量众生动乱 一定要求 逼无量众生 所以这两个意义就是面对众生 那么 逼和逼 这就看你的心了 有人 这个土众生 心白条 不可以刺激 那不可以刺激 就这个想 那么 我们来看 这些内容如何给我们解释 要注意 头上 主无量和 逼无量 是面对众生 所以这个 主无量 就是说 两有众生动乱自身无量 这不是说 众生在这个 脱海 这有说 这有说 虽然这个众生 应该是原生原別的 如果是得到究竟的 是说是无众生 是无众生 所以这个众生是幻生幻生的 不过你如果要说无众生 不过在原生的这个众生 就是说这个众生 这个众生的众生 应该是无众生 但是出色众的这种究竟 事实说是无众生 它有幻生的东西 就是众生 它的基本 还是空性 分子的众生 可是呢 用原生来看实在有众生 那如果出色的究竟是无众生 就是呢 用原生的看法 其实众生有哪有幻生 也有幻生 因为它在六道中呢 不断的轮回嘛 所以有幻生 那么今天佛山 虽然它了解 是无众生可幻 不过它也就要抗它的 这个叫心分来 就要抗一切众生 让众生可以这种统统 这样 不要再在六道不断的纤统轮回 所以这句主无量就是说 有必要所有的众生 这种解团的这种统统的心无量 让无量众生 不要有六道轮回 可以统统 所以这句话就说 让一切众生都理口定六 这个心无量 现在我们二十九位 二十九位 心无量 所以这句主无量 就是有六 有众生同六是心无量 那么要让众生同六 大家要忍受到六道 这个感情触法的 轮回通口 那么这个要怎样 当然要有比无量 那么这个比 就是百口 凌百众生 口 自心无量 通过要百无量众生 二口 这样 要救百无量的众生 所以这个心就要无量 它可以救百无量众生 那么这个正行就是轻行 什么就是说 菩萨发大乘生 心了 它一定要度无量众生 这个就是受无量众 和大家众众众众 如果这个众 如果没有众众 当然它不可能正常无量众生 但是除了它正常无量众生 以外 它不就一直无足 因为二生是有足 我们听懂吗 那么大乘是无足 它叠到这个无上的众众 它还在无足的众众 就是无足的众众 就是无足的众众 就是它生佛了 再变现无量众生 在那个无量众陀 里面出现 然后再来救百无量众生 那么救百无量众生 这个就是什么 无足的众 所以就是它本身 不足的众众 才能够众众生 才能够众众众生 才能够众众众生 才能够众众生 所以这句话叫做 比无量 你知道吗 比就是说 它 当期间 当期间 应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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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买 依然有 如果有 肢认有 肢认会 有肢认会 有肢认会 这是什么 比无量 这不比 和意识的性 意识的性 意识是 独生计心 它是重央 摘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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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河 就是 这个 六都论会 所以 修修無量的心 有哪有無量時間 要來度無量眾生 這個意思是這樣 了解嗎 今天我們發大乘心 我們一定要調這個風箭 調這個無條件 現在當然是在修學的時尊 今天我們如果是沒有修學 你說將來要度眾生就不可能了 今天用這個測五關鍊 和測五元 用五元這樣要度眾生是等到害眾生 所以一定要了解 中南來是這個又發大乘 破地心了 當然也要修修無量心 那麼什麼叫做悉無量 這個悉呢就說 看到眾生可以理喉 生歡喜的這個心無量 生歡喜心無量 譬如今天就有沒法的時尊 就有很多人可以收我們的教養 用如來證告 來接受如來證告 有這麼多人有想要修 那麼這個呢看到眾生 修就要理喉這裏嘛 如果可以理喉這裏 我們生歡喜心無量 這樣 那麼這個相對這個問題 讓我們把主意提醒一下 這個 要把主意提醒 誰會呢 主意如果有人記得我來散佈 要合作 要感受 你就要有歡喜心了 就是你的行為 讓他做 會記住 有時候我們辦公室的 對不對 就大了有些人 或者說包便當上有些人 我們是希望他不可以來參加而已 如果可以來參加 注意 你就要發喜心了 這裏你就要注意 你不可以說這個行為 我去做的 別人去做的 你心裡就不開心 對這樣不對 這樣不對 齁 主意說得比你本身 自己去做的更好 這樣 聽到沒有 這裏要注意 沒關係 你跟他照顧 你就有這麼發心 你以後就來參加 齁 在你跟他照顧我來 這樣 那照顧我來 他可以參加 他就可以跟三部結連 那中難呢 他就可以漸漸一番來 這個就是 我們修相這個喜無量心 這樣 請大家記得 那麼就是 什麼叫喜無量 是什麼叫喜無量 因為我們有 足、鼻、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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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實際 比如說足無量 肚無量 和虛無量 這三項 你就是這個心境 已經變出來了 那麼變出來了 這個心 不要再來接繳 還說我已經可以發怠心 可以救無量的眾生 法義上很健康 那眾生願你修行 學法 學復月威 我就已有十九項的追蹤 我很高興 那麽這樣呢 注意 有一種他還會叭喚 那叭喚呢 他就跟你叭這個 叭這個說 我有這種水準 這樣聽到嗎 有人會叭這樣 這樣就沒對 這句話就說 有三種心的事之後 但是心不要叭掉 就是你本身在佛法中 有沒有一種的境界、路線 那麽不用叭說 我已經有這個水準 達到這種境界了 不用叭這個心 別人還不動 我就會動了 你不用叭這個心 聽到嗎 所以這就是第一 叫做聖無量的第一是二 第三呢 什麼叫做聖無量 就是說萬親平靜 為什麼叫萬親平靜呢 這個問題就說 因爲算法 佛中心的人 行菩薩德的人 有時候萬親不會平靜 為什麼萬親不會平靜 因爲有的人會說 這個就是我的什麼人 這個我的真正 那麽來講 這個我就沒有食蟋 現在在這個地方 你幫它照好 起出一種的分別心 聽到嗎 這樣叫做萬親不平靜 這樣不是菩薩心 所以我跟他們說 你如果真的要菩薩心 這個水準不是你食蟋 那就是過去有什麼感覺 那麽你這樣有菩薩心 我請問主委 如果你又有分別 這樣會分別 這樣會分別 那不是菩薩心 不是 真正不是菩薩心 菩薩心沒有分別 那麽沒有 自為知道一句話 已經徹底了解 發生平靜 中心平靜 對不對 但是 家主說他過去做我們的出兵 今天就 過去有什麼感覺 今天又 哎呦 這些人 還有今天出現在這個工藏裡面 自為你打一下 打去和你照好一下 阿婆婆太太 你今天又有發言真好呢 你還可以來吃 你照好一下 自為你先把工藏下去 我告訴你 你就對得到 他就知道說 你過去的時候 和我做潘英宿賓 但是今天你一個聽經文化之後 你今天又會成功一下 自為你打得到嗎 會不會 會打得到 絕對打得到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表現 在社會呢 射無量 射去到過去 這個不平行的心理 這樣 但是在佛法裡面 還說這樣 緩中和親 一定要平定 現在叫做緩中親 第一親就是我 我的六親冠修 這個 齁 那麼這是中的 就說 不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我的外人 就是處名駕駛而已 這個叫做中 那麼第三就說 過去和你有客人 有願意 所以自從這三類的人 都用頂頂心看 這樣 用頂頂心來照好 這樣叫做緩中 頂頂 請大家信頂一下 不可以說有的人來到這裡 那你如果不照好 不照好 不照好 現在人家一千分 一千分 一千分之後呢 現在一遍兩遍 沒人照好 他變什麼 他沒有來了 他沒有來了 沒有來了 你就不能幫忙到書 來讀這個中性 為什麼他會來 他看著法改的月子 或是看著第四代 我來 第四代就是風聲來 有時候他在百里救 整一 整一不是說 整一的事就不可以做法 不可以做法 不可以做法 有這個因人 大家要跟我們家 那麼你不幫忙嗎 你不去照好 沒有什麼人要照好 聽到嗎 他說他就要來拜訓 你就去照好 你這個拜點給他照好 他如果不可以照好 就把他照好 把他照好 然後怎麼照好 一遍一遍 兩遍一遍 你現在後來 他要等你跟他說 後禮拜 當時當經 當時我們這裡共修 你再告訴他 一個事件 你來 如果是生分 沒有你找我 我站著就在這裡等你 這個人你照好 一遍一遍二遍 我告訴你 他就照了 有照了之後 我們跟他照顧得對 照顧得對 他現在來 聽見聞法 他這個心態就改變了 這樣不可以政法 政法就是度額得對 所以請大家記得 這個事情 不要說 這樣來就不可以照好 這樣就沒對 比較輕聲 謝謝照顧一下 這時候請我們這些 師兄師傅 大家 比較刷下去 要刷下去 就大家這樣照顧一下 他記得 這個 給我拜託 他記得 給我拜託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萬親平定 那 下去萬親不平定的這個心 他記得 大家都記得 菩薩道就是這樣 菩薩道就是這樣 雖然你不能說 但是你也可以發這個心 來解救 這樣就是菩薩道 在那裡 那麼下面 就是我們 他們的 入侵俗底倫 四十四關 這樣來 再補充 這裏裡面 會說 溫和菩薩 收視無量 主比喺 為主菩薩 六有三種 收視無量 心一隻 優情願無量 優情願無量 二隻 發言無量 三隻 無言無量 欲主菩薩 有三隻 一隻 優情 安立 以為 無苦無禄 優苦 優禄 有其最初 欲求禄 欲 走去 有禄 情 最欲 這兩隻 不一樣 好言 十方 安主無道 優情 善戒 收主 苦心 當地是名 優情願主 欲主菩薩 自為法相 正常義偶 優管為法 加率優情 收主 苦心 當地 這是名 法言主 欲主菩薩 學有 諸法 萬利 分別 收主 苦心 當地 這處名 無言主 那麼這就是我們要補充 補充這個 素無量心的這個 內容 這本 入客俗底倫 就是我們 本殊民的菩薩 四現離人間 什麼時候四現離人間 就是說 本書 積極無年 佛立環奧 九百年 他四現離人間 他講出入客俗底倫 出來 入客俗底倫 說了 寫出來 他這個 團成 無道 無道 菩薩 團成 人間 都能讓社親 這樣 所以這個倫 入客俗底倫 就是 威色的基本倫 就是 未來佛 正理的這樣 那麼 人家 世親菩薩 也成功 威色倫 威色二十倫 威色三十倫 他又 帶很多 那麼 當中 講到 這個 白色 全其上 那麽這個四十四館,如這十年四十四館裡面說 什麼是菩薩? 應對他修的素無量? 自彼彼彼彼 現在他就要身上水明 就是,什麼人說的? 現在下面這段就是,我們這個麵在菩薩說的 現在這個是要補充 他說,主菩薩 一世菩薩就說,發大心的菩薩 你若是要修術無量心 有三種修術無量心 第一,優情願主 優情是在說什麼? 在你的心看到重心 比較蓋住鼻心 菩薩心,看到重心 優情嘛 優情就是重心 比較蓋住心 他們怎麼看重心 因為重心是在緑道 在輪迴生死嘛 但是佩服,他冷靜中可以觀察 觀察緑道 這個又三億多苦 人間重心苦 天道的這個生涯 結束後的這個三個非體化 又再來重心 受到佩服 他這樣觀察 因為這六道的重心 都叫做優情 先佩服中受苦 先佩服結束後 還要追到佩服還是看 所以這個觀察 優情有無量 優情、炎、無量 看到這個重心有一切苦 但是他有 看到重心這個叫做炎 所以他想說 要怎麼來度重心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麼這個 我們怎麼有跟我們說過 就是說 有的人 在世間法裡面 直接叫佩服 他的性苦 怎麼叫佩服呢 叫佩服 譬如說 他甘苦用佩服 給他 帶他去看 這個文叫做 炎 叫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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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 是非常第10個 的 這個就是非常 這個差不多 一般 有限 發炎中心 那麼重要 就是第二條 叫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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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發炎詞 因為一定要精本治療 譬如說今天這個中心 為心的水 就是三目的水 第一就是 不兵因果 不兵因果 不兵因果之後呢 他做到這個十五項 做到十五項 做到十五項呢 上篇的十五項 才對到地下 中篇的才對到這個鬼頭 下篇的才對到特性這樣 那麼這個十五項 既然做 自然之間 他一定受到三度五角 那麼這個要怎麼叫佩服 這就是依法 當該 給他兵因果 兵因緣 給他修實善業 這樣 這樣 當然他就沒有未來的 這個三億多佛 所以這句法 就是依法教育中心 再來 除了給他 不要對到三億多佛醫院 因為菩薩 他的法連主 他一定要從這儒來警告 一定要有 上當的認定 人家要怎麼讓他 奪利力度 一定要 他肅性拿 十二元規法 三十七大佛醫院 這樣來教育 來教育 來教育之後 他可以來正式 立式 就是這個阿南亞式 阿南亞式 阿南亞式 他沒有經濟 就沒有體力 所以他就能解開 這個就是我們佛尊 當初在研究之後 第一就是用 素性拿的 度窩BQ 的一種方法 所以今天佛尊 是用素性拿的 度窩BQ 用十二元規法 來講到 這個和世俗的 這個因果輪迴 那麼今天 我們順如來的 教法 來教育中心 佛尊 再用三十七大佛醫院 這樣來教 所以無論是 人天的嫌犯 或是說 出生素體 十二元元 或是說 三十七大佛醫院 那麼這個就是 法元族 這樣 聽到齁 這就是法元族 但是主委 你今天 要主導 就要 對這個法元族 來的 一定要自己上誓 上誓你今天 才能夠了解說 今天 世間的營割 跟出生的營割 怎麼收 那麼 你如果是可以 入生 當然是 你本身要收 法元族 法元族 如果是 政客 中間 以這個 政客的法規 主導 再來 依數量 依六波羅密 再來度重生 這樣就是 涉及法元族 法元無量 那麼 法元無量 就是說 不斷的專法論 這樣 你如果可以 不斷的專法論 就可以 度無量 無邊的重生 這樣比較像 你的 福福性 了解齁 所以第一 要入法 這個叫做 第二 你要度重生 法元族無量 這個叫做 方 那麼 第三 叫做無元族 無元族 照說 是這樣 說是無重生 可度 這句話是這樣 就是你 本身的一個 境界一定 要遇到的 重生是 喚醒 喚醒 如果你說你 這個重生 他不能接 因為無重生 可度 因為重生是 喚醒 它本身 有主性 萬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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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性 你本主 根本無性 人 那麼 你今天 要了解 你這個重生 的重點 你一定要了解 是無重生 可度 所以這個 財金 公經裡面 就說這樣 你如果說有重生 可度 你就自身 但是你沒用 你知道 無重生 可度 不過 你也要來 用 法元族 來 說法度 一切重生 但是你絕對 不蹴不住 那麽這個叫做法縣族 這個叫做無縣族 你就要各種十五種生高度 因爲有著我們獨一 唯一的是這個絕對真理這樣而已 你若是人類種生高度 這樣叫做官告佩産 這樣你是落在處境裡面 那你若是可以天地去替代 種生是換生換生 今天雖然大種生 不過實在十五種生高度 所以就卵生就台生 就濕生就化生 噢 金光景有說這些 優雄無雄 我給它靈這個無意的 判二百多次 但是一般又跟它說 十五種生高度 這句話就是 配合法縣族的這個內容 所以這個是心境 提神到究竟 所以才會這樣說 所以現在會面對說 玉珠菩薩 所以說今天這個菩薩道的行者 玉珠菩薩 第三種一些優情安立 就是頭前這三條 對優情比較安立 因為無苦無濃 悠苦悠濃 有其最初玉求六者 是說注重這個 無苦無濃 悠苦悠濃的中生 無苦無濃 和悠苦悠濃 悠苦就是億度 對嗎 悠濃就是天感 這些中生有時候 就是無苦無濃 那麼這個最初 我相信我要替他給他 這就是一個快樂 所以發起到這個 這個又 錄正常的優子 說我要給他 勒濃 最究竟緩緩的一個改團 這樣 這個叫做正常 因為這個六者的中生 是有的苦有的濃 有的是無苦無濃 但是我要給他 替他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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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 所以他比較說破炎濕風 暗渍無濃 暗渍無濃的性格 譬如說你本身 為了要渡濃的這個中生 你本身要先暗渍 暗渍什麼 暗渍無濃的意象 拿著去了解 暗渍是到底什麼 這些暗渍的中生 為什麼輪迴 這個一定要了解 第二 我要把他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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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你若是不能留心,就是這句叫做無縣渍這句啦 你要不可以選擇,選擇是孫生的角色 孫生的角色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要說空,正無形法的空 你就要跟他說,你本身角色無形法 但是你要跟眾生說,說選我們的一切,一切法 這句是原生原別,一本空力 你本身要有角色,你本身還是沒看過 當然這個一切法原生原別,你就說不出來 但是說不出來,你不能突出突破中心的心風 為什麼心風呢?因為中心今天都已經有寫寫的書上了 所以你要把他打破成困難 但是打破呢,你當然要有真蘇生的法規 你如果是沒有真蘇生的法規,你要打他這點心風 他沒接的心風就打不開 所以我們比較這句叫做無縣渍的性感 就是說你不能說不中去 這樣了解嗎?你不能說不中,因為你說不中就能帶不中 一定這樣嘛,帶不中後呢,就是你本身會退落啊 你本身就是不中,你也會退落 但是你還有人帶不中去呢,你見到嚴重 你收不中就退落給你而已 你又使用這個電動的法 跟中心已經說了,有出業 中心如果是依你的法來修呢,還要依他退落 你退落又帶中心退落 但是你今天呢,絕對一定要得到一切法 把他炎氣成功 齁,這個問題就是一句說想 這個自無量的心啊 齁,一定要了解齁 所以波炎,波片炎一切的中心 炎熟的中心讓他安住 無道優情的性感 那麼來呢,有些最初欲求 在那最初你要把他抗起來說 不要讓他離開 就是這個 力度輪迴,讓他發起 就是這個 發余心 要來正常 發余心喔 發余心喔 有當地死命 最初欲求 發余心 波炎熟,安住無道優情 所以修主古心 修這個 修心要古著 齁 再來 當地這個命 叫做優情炎熟 譬如說你今天看到 這個中心 在這六度論迴 你要怎麼用心 那種的法醫 來教他講 你已經起立了一種 百苦心啊 你本身一定 不能有電動的這種問題 在那裡 法醫上不會齁 那種心不能有電動 心不能有電動 第一 就是不能有分別心 第二 就是說 佛殺 違法正常應 你今天 既然有說 我要來讀一個中心 但是要怎麼用來解說 讓他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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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所以這個就要儘管 違法 加算優情 修主 例如說 雖然這個優情 有現 不過這個優情是假 中心是假喔 齁 你要這樣了解 你不能說今天 再看見說有中心高度 齁 你這個法 一定要有正確 為什麼呢 因爲你 本身 不俗 不濕 這樣 來 教中心才可以 鐵底 離庫 齁 你今天這個優情 不是說只要求佛醫而已 你就要再教到什麼呢 教到他本身 他本身可以鐵底性戒 他鐵底性戒 封給他 還要將來 導中心 所以這個法言詞 照說是 封要有一個拆底求經 雖然你本身 要導中心 但是你一定要 要鐵底了解 十五中心 可動 但是你跟他講之後 這個法語的俗性 你也一定要向他教由 他將來要導中心 有那十五中心可動 齁 這個就是第一的問題 法言詞 修詞 古心 那麼第三個主法 有主法 原理分別 中心一切法 因為一切法 這是不得意的 比較有分別的法 為什麼佛道說到八萬四千法 因為佛道是方便算 這樣 佛道的法是方便算 就是因為中心心無量 所以不得意比較方便算 佛道一切中心心 這樣 但是這句話是跟我們說 對主法 一定要管理分別 因為真不得意比較有分別的法 但是你不能說一切法 就像我們接著了 齁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你絕對不能說 有中心可動 絕對不能這樣想 你如果說有中心可動 你獨得到處 你會覺得很疲勞 我沒有騙你 疲勞 你就要做改善佛道的心 齁 所以這個就是說 怎麼跟我們說呢 就說 你一定要徹底了解 那個空的內容 裡面 應該是十五中心可動 因為中心 改善佛道來 佛道上 只要你把他打破壞 那麽他就自己去掙扎 那想什麼 那個雞子 砸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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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雞兩角 他吹自己打破 他自己就慢慢成長起來 所以今天 你如果可以把他打破壞 那麽就哭他 所以你不能說 我怕做多少種生 我怕做多少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說 叫做 無言主案 這個是這個米勒菩薩講的 這是米勒菩薩講的 所以這裡再黏一遍 再黏一遍 齁 這個又 波元 這個 有最初欲求 砸熟 最初想要求得解脫砸 你本身要發起正常的意義 齁 就有種生想要聽 要幫他 破壞他 讓他一直去掙扎 這個叫做正常 但是要破壞十方的眾生 你一定要按足 你一定要按足 第一本身要按足 沒有顛倒 那麽第二就是 我們要讓眾生按足 不要顛倒 齁 那就是性戒的一種肥 那麽再來 修竹虎心 董地使命 優情願主 那麽就 那麽就 那麽是一切菩薩 喔 自威法 上 還正常意戒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今天 我要對佛法 當然要正常 你對佛法 如果沒有正常 注意 你自己聽頓也沒有對 所以這個叫做什麽 這個叫做法文無量 你自己本身要正常 你要對這個法 要儘管 不能去找 大陸 大陸 不能去看 他們的法語相看不到 你要做眾生困難 所以這個法語相是說 眾生 優情 這是經驗說的 修竹是沒有眾生 所以這個修竹虎心 這樣叫做法連主 所以這個法連主 我再說一個 你本身在學法中 要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學法 但是你不斷的學法 它的重要就是 你不斷要修持 你如果沒有不斷的修持 我跟我們說 你要正常 本身正常也困難 在這裡要跟我們做一個因素 老師跟學生要好好做 但是老師跟學生好好做 是為了學生什麽 注意 我們今天去 入學問後 應該要有文學所用 我講得知道嗎 我講得知道嗎 學生有學生的氣質 所以這個叫做文學便便 但是你本身 一定要對這個法語相 如何修正 你教學生才會如何修正 因為學生不是幾句說 道德或什麼 這樣說就好了 但是本身絕對要 徹底去研究 學法中的今天這個人 你本身 因為這個學沒有資金 甚至還要學於地用 所以你本身的改革要修正 如果老師跟學生 學問學於地用 就是一定要有文學所用 但是你做老師的人 如果沒有文學所用 不是三二經在嘴裡 不是三二經在嘴裡 有嗎 那老師有嗎 有啊 學生不剛才就叫 叫叫叫叫叫叫 聽到沒有 如果這樣 你自己想 他要怎樣教學生 就是他本身並沒有學問的作用 但是有重要 就是你做什麼 你做到經教 你說幾句話 這是怎麼可以 但是重要就是為什麼 因為你頂費沒股足 頂費沒股足 你說的話是一千個 不過 眾生收收不起來 你不但本身不進法 你不在一起 說出來一千個 但是你的作用 佛道的完成 你不能完成 對這樣是不是 一百百害 所以你今天要教 一個法書 你說的話 你會照經驗裡面 說兩句話也可以說 但是你本身的機制 行動 動態裡面 你是為到什麼手法 這個總是自己要考量自己一下 你就界定會 改定會是不是你可以留心 這樣就是第一 你本身的政象嘛 你本身政象 三無六下 現出一種修行 法書的一種氣質出來 那麽你要教諜主義 佛義是法 這些可以留心 叫做法連主 因為你本身在地上 那麽你這樣教 如果眾生在地上快樂 因為一收就在地上快樂 所以這些就是法連主 這要很注意 所以這句話再說 你做伯母的人 如果是說沒有一套學問 讓我來教兒子 我跟你說這個家庭也是白癌 應該大家要了解這件 就不是說三人容器 你叫你的兒子怎樣做 你的兒子就要做 因為你本身就沒有那個 沒那個氣開 沒有那個 新修性的這個 我們來講 別講它的基本就是這個空性 就是說你沒有真修性的畢性 你要用什麼東西教你的兒子 齁 一對不良的女生 敢有可能出到那個很良性的兒子 不可能啊 像是說前面這個 過早去報 那個電視啊 一個小孩 十歲而已 就去共甘一個七歲 你不知道看得到嗎 有齁 但是現在記者就問你從這個學來 就說對他們老婆老母學來 你看這對不良的女生就教那個不良的 那個行為就影響他的兒子 齁 現在你實在說的啊 今天這主意今天 這個問題說 發言主你本身要留心 齁 你本身如果是沒有留心的位 你要教眾生 讓他可以拔殼 動落 這個就沒有了 第一 你本身不可以解決就沒有落 那麼你教的這個法基 讓眾生不可以留心受傷 他也沒有落了 齁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發言主這句話就說 叫你本身裡面為法相 正常義 今天這主意 我有跟我們講過 你一定要留心佛殺道 遜風世元這個相求佛道 你本身一定要不斷地相求佛道 這樣來呢 第一 建立你什麼 你的這個修行家出來 有第一次的家 建立你不起來之後 那麼你更用這個東西 迎風和蘇聯 這樣更多 齁 這個跟無緣族這句話來講 就是建構主法本空 雖然你有跟蹤中生 但是你一定要聽得了解 是無中生可動 因為中生是煩星煩星的 你一定要聽得了解 中生本來就沒有中生 本來就沒有這個生肥 生肥是假 你要了解嗎 生肥是煩星煩星的 是無中生可動 齁 這金光經就講過了 實在無中生可動 但是要跟你說無中生可動 你可能不相信 今天這個生肥是煩星的 如果要跟你說那個基本 當然這個歌也說不通 這個歌我們說不通 可是我們暫時會用這個 但是再說 優生優酷 現在今天這句話就要打發主意了齁 齁 如果是剛才那句 後面那句就對了 後面那句就對了 說中生一旦到有生 就有苦了齁 這樣 那生怎麼自己做生的 這樣有意義 注意想看 生來自生是苦的 你還會輕鬆 這樣對不對 注意想看 那實在是很矛盾 你這樣想嗎 有嗎 做多少就叫他輕鬆 這如果一歲生日 兩歲生日 幾歲生日 這樣 爬到要死 就叫他輕鬆 有嗎 有的哪裡問成 叫什麼 這樣是不是世間人的矛盾 因為有生就有苦 那你叫他輕鬆 那麼以後就不斷的生 讓你輕鬆 聽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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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最基本的那個 如來貼性 本來不生 所以本來不生 你再給他輕鬆 這樣就不對 所以現在就是要把主意 體體了解一下 這句無緣族 就是說是無重心可動 喚醒喚醒的東西 你不用說 我今天就要做重心 我才會怎樣 但是你要落在法緣族 你喚醒喚醒的重心 在這個六道中 雖然是假 不過他所需的苦 不斷在輪迴 所以這個 這個無緣族的這個 叫大乘菩薩 那麼他也是要降下來 真的要發緣族 用無量的這個族 來建高 來率法度重心 齁 這個就是這樣說明 這個就是 這三點的這個法 那今天這個 第一體體了解 主法本空 重心當體 這個絕對的真理是當體 這個 變現出來的這個是夾生 變現出來的這個夾生 就是既高正先也是夾生變的 不過他不斷在太多 太多 你不斷在太多 你不斷在太多 斷在太多 這樣不斷在太多 這樣不斷在太多 那麼你如果不斷在太多 他不斷在太多 他不斷在太多 所以他心境是 什麼呢 心境是無緣族 但是優有的 會做得更容易發言族 這樣 齁 這個入圓族 就說這樣 那麼 下面更說這樣 若優情緣 發言無緣 三族差別 齁 主比 那些三 動地 應你齁 這個就是 就是說對這個優緣族 無緣族 齁 三種的這個主比有差別 但是呢 對這個主比那些三項 應該有哪要這樣 這個你了解 有哪有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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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玉珠菩薩 齁 有優苦吃 我去 有苦正常義偶 佛有中心 受鼻鼓心 是名為主 為鼻 玉珠菩薩 有優苦吃 喔 優六吃 我去隨氣正常義偶 有福 補言自豐 受受鼻心 是名為主 玉珠菩薩 有仗有如思 無苦無農 優苦禄 三種悠情 有情 歲既處得副氣 萬荔 持親貪腐 政省義偶 方圓身 收受苦心 是名為主 這還有另外一個法語說 譬如菩薩的人對有幽酷的人 幽酷的人就是對世間極境的人 讓他獨酷 現在就是說這個人就是在極境中 那麼你要獨酷 當然這個就是說 你本身要有正常的心意 定屬心意 所以對十方的一切中心 你都一定要有這種心 不可以說單獨 單獨就沒對 所以這個對十方的一切中心 可以說也包括了力度 這樣叫做鼻 有的就要獨酷 要獨酷你一定要有正常心 無量的鼻心 現在來說菩薩 對於這個神經優酷的人 他優酷 但是你怎麼發起隨氣正常意 因為這個人有想要獨酷 但是你一定要有這個隨氣的攻擊心 隨氣 獨逼氣 你知道嗎 不可以說他就要獨酷 你怎麼經常 他們會獨酷的讚嘆 聽到沒有 但是心也要有高興 所以我不想跟自己說過 像剛才說的 如果我們要來這裡 工資要獨酷 那麼我們就要好好 幫他照顧好一個 這個就是他已經 有要入散佈 裡面的 已經有時候在獨酷 學法了嘛 但是這個心一定 要獨酷 一定是獨酷 這個叫做虛 那麼如果是獨酷 這是怎麼樣 一種人是瞬間 一種人是極限 另外一種人是在暗 是瞬間 暗是極限 這個中心 但是你要怎麼做 你就要把他 獨酷 告用 讓他發起 離到這個貪親癡 的用 為什麼這種人 無酷無露 跟幽酷 這三種人 你如果不再讓他離開貪親癡 他第二世就再酷了 瞬間都酷了 但是這個幽酷 這個無酷無露 就要跟他說 業境也不是 要跟他說 瞬境也不是 就是他們 走路 這個獨酷 差不多在人間裡 差不多比較熟 比較重點以上的人 那麼你就要把他說明 今天一切 銀鋼 輪迴 環境 是都油脹進來 那麼這個 當然是 這就是 法義上 要把他告用 告用到他未來 不要再退落 你知道嗎 再讓他 給他 他就要獨到貪親癡 所以一定要給他 寫到這個 寫到這個 今天這個環境很順 真好 就無酷無露 但是 一些人是說這樣 說 就真 有湯鄉氏 有湯鄉氏 我要等到他 當時 這個創的人 差不多在那個 無酷無露的人 這個環境也 不會 不會 跟他 很麻煩 如果不會跟他 很麻煩 當時的 他會獨到這個 洗乾的 這個 災利 觀世 但是你現在就要他 教 他教到說 現實這些東西 你若是 一直接著的 會一直為 來失調 我們人的 時間 生命 甚至呢 這個 屬於順順的 中間 可能你會再做 這個法義上 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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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再作用 所以這個 法義上 還有另外一種 法義叫做 那些 這是人對所有的中心 所以今天 不是說 對有苦的人 如何向他教育 對有優露的人 如何向他教育 對有優露的人 如何向他教育 再來 對有這個人 已經要收行 開始要收行 你跟他教 你就要順利 因為中心 在這個 窦風 一月之後 那麼 他的心體性 心提醒了 那麽你今天 改革到心不可以提醒 但是你不要接 不但自己不要接 我們就讓對方不可以接 所以這個主兵虛弊的法律 他這個內容是公道講 這樣就比較比較普遍 這樣面對所有的一個眾生 都普遍 跟法律上都可以講到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拿到這個 這個魯科律底論 不過後面才是講得比較快 頭前那個是講得比較嚴重 好,我們休息十分鐘 明日順